怎样让油耳屎变成干的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晓彤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人医师 有的人耳朵是油耳 耳屎不是干的那个片片状 它黏的是黄色的黏性的东西 有的人把它当中耳炎 吃了多少年吃了它就是中耳炎 它要点点消炎药水 来治疗它这个中耳炎 因为它留着黄浓 所以我们一看它是油耳 油耳呢不需要治疗 它是一个先天遗传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呢耳屎比较多比较黏 定期拿那个细棉签转的 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它无法变干 因为它是个家族遗传性的问题 也不算疾病 咱们人类中又有一部分人是油耳 腺体比较大的油耳 这不是疾病 也不可能靠什么治疗把它变干 这个油耳它不会是炎症 它就是分泌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黏 它不会引起炎症的 所以定期把它转的 拿棉签擦一擦就可以了 我看不见你 MING PAO CANADA 感谢观看